鼓励民众捐出可用但不需要的物资 让有需要的民众能够自由索取 并宣扬志愿服务的精神 市府这天在东协广场举办了礼物市集 擅长有十多个摊位 包含了六个社服团体 以及花博志工招募摊位等 希望透过礼物经济的概念 将爱与分享的精神散布出去 新著名在台上表演传统舞蹈 鼓励民众主动捐出家中不需要的可用物资 并推广志愿服务的精神 社会局这天在东协广场举办礼物市集 包含以关怀街友为主的角落围光 还有花博志工招募摊位等都有参与 那我想这个也是在目前在国外 非常现在正在逐渐浮现的一个形态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礼物经济 交换经济 其实呢能够互通有无 那么能够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那也呼吁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参考国外近年逐渐兴起的免费市集风潮 民众只要有需要都能向现场摊位 免费索取衣服和各种生活用品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 更多有需要的人 礼物市集跟我们的想法事实上是一样的 民众拿进来的不只是物资 它可能也是有时候是一个用品啊等等 那透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联合会的平台就分享到 在其他我们台中市的食物银行的其他组织 甚至我们会把这种爱分享到台湾的其他各地 那所以这个活动呢 跟我们本身的想法跟理念 事实上是契合的 市府表示礼物市集是有形的物资礼物 而志愿服务是无形的礼物 透过付出时间和劳力来帮助他人 希望借着活动举办 让爱汉分享的精神传递出去 记者张伟霖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